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以年轻的唐思作为球队核心而建设球队 同时也表明了会坚持交易巴特勒 几天前 虽然巴特勒和森林郎的闹剧结局渐渐变得明朗 尽管如此森林郎主帅西伯杜还是想极力留住巴特勒 但是在会谈结束巴特勒 表明还是想要离开森林郎的态度后 这明显伤了森林郎管理层的心 随后森林郎老板要求西伯杜快点交易巴特勒 而今期呼唐斯许约 更将表明了交易巴特勒的决心 巴特勒是件什么再上赛季出 森林郎用加克拉文和克里斯等人 以及一个2017年的首轮7号选秀全从公牛那 交易来了几米巴特勒 在那以前拥有唐斯以及维金斯的森林郎 已经连续14个赛季没有进过季后赛了 尽管他们在此之前就展现出了让人羡慕的天赋 在交易来巴特勒后 森林郎得到了质的提升 上赛季在竞争激烈的西部以一个排名 还不错的成绩闯入了季后赛 回顾他们上一次进季后赛 那还是在2004年拥有超级球星凯文加内特的时候 所以不可否认的是巴特勒的到来 的确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但是巴特勒能以一个首轮目被选秀的身份进入联盟 考的是他客 苦的训练和认真的态度 而他和球队之所以出现矛盾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早在上个赛季常规赛阶段 巴特勒就多次表达了对唐斯以极为心思 在比赛中态度用烂散漫的不满 因此他和唐斯等人的矛盾也慢慢加深 在季后赛球队被火箭4比1淘汰出局后 双方的矛盾达到了最大化 在休赛阶段 巴特勒向球队提交了交易申请 其实细细一看他这么做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双方矛盾已经达到最大化的情况下 对比唐斯和他考虑高年龄因素 森林朗肯定会选择选择选择 再加上球队刚刚和维金斯签的顶星合同 就目前来看是没有其他球队会接受这份合同的 所以交易维金斯根本不现实 与其到时候被球队交易 还不如自己提交交易申请 在巴特勒刚提出要求交易的时候 球队第一反应还是想留住他 但是他和唐斯等人的矛盾 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和解的程度 所以留下了是不可能的了 球队管理层也看出了这一点 他对球队的态度也伤了管理层的心 现如今在球队和唐斯签约后 双方的闹剧也算是落下了帷幕 森林朗和唐斯签约后 在和唐斯续约前 森林朗就与球队另一个球队 星星文金斯签了一份 5年1.46亿的顶星合同 和唐斯签下5年1.91亿的合同后 也就意味着球队在没有多余的薪金 去签下其他的大牌球员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赛季里会围绕着 维金斯和唐斯为和星尔建设球队 假如他们两人能兑现自己的天赋 固然这两份合同是值得的 但是在森林朗 两人的得分能力在前几个赛季就已经得到了证明 球员是能拿分 但是不能赢球很致命 或许就像巴克勒所说的 他们的态度不行 但是态度也属于实力的一部分 你再有天赋 赢不撒比赛都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就是专门� 你可以 参谐